抹茶冰淇淋 配上這個白芋湯圓 後韻是一般抹茶沒有辦法比 好像有一個和風 對 這是我的口袋名單 我一直很想來 我本身很喜歡吃抹茶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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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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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茶冰淇淋 配上這個白芋湯圓 後韻是一般抹茶沒有辦法比 青苦味很重 但是它是完全不會令人家討厭 配上這個紅豆 哇 因為它的抹茶其實很濃郁 如果單吃冰淇淋 對我來說有點苦 一定要配這個蜜紅豆 配在一起就 哇 整個是很濃洽 然後它下面的寒天就是增加了另外一個口感 白芋湯圓好好吃喔 它的抹茶味真的很濃 因為我也喜歡茶溫中的 跟米紅豆結合之後 我覺得它兩種會變得很濃強 好好吃喔 它外面這個還是糖粉 然後它還有再是抹茶粉 然後它蛋糕底粉 是抹茶蛋糕的 然後它的餡也是 是抹茶的餡 它的皮很軟 軟到就是入口即化的那種味道 有點舒肥的口感 而且我覺得那個綠色的這個抹茶 這樣起來很濃 我不吃冰了 我要吃蛋糕姐 好好吃喔 我也覺得抹茶苦 然後是 但是它又有鮮奶油 我覺得日本在做這種戚風蛋糕皮 感覺就讓我覺得很厲害 就是他們確實會做出一種很綿密的感覺 它也看起來很蓬鬆 可是它裡面空氣感其實不會很多 一碰到口水就 油了 評分一下 抹茶冰就像我在裡面講 它真的非常濃郁 抹茶控應該是會 抹茶冰其實我大推 如果大家沒有辦法現在 爬上去日本的話 我覺得你在台北就是 一定要來這一家吃看看 你吃東西 你吃飽bo 他就吃飽bo 我來吃飽bo 你吃飽bo